框架柱裡面有跟各位講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其實我們所居住的結構系統不可能是單柱 都是個框架 框架這個框架來講可能是個矩形框架 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框架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的居住環境在結構系統裡面一定是有 至少要有四根柱所為其的空間 跟幾根梁 不管是屋頂 構成屋頂也好或牆壁 好 那在技術規則裡面 購照片244-1條裡面 鋼結構構架的穩定性談到了他說 有學生系統的跟沒有學生系統的 剛好我拿了一張照片 這是進新竹的時候一棟大樓 張照片很久了 大概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十五六年前 新竹的發展主要是因為竹科 剛好有帶學生去畢業旅行經過那裡 好 這個構架他做得非常明顯 這就是有學生系統 這一個區塊就是沒有學生系統 這個結構他的設計很厲害 他把角羽的部分做學生系統 因為角羽是最弱的地方 我們在做結構設計的時候 四個角羽是最弱的地方 他把他補強了 當然補強是要工 要材料要錢 工也要錢 設計也要去思考去計算 不是說 添一個就好 有時候添加太多反而造成他的負擔也不一定 對 好 那我們看 第一個 沒有學生構架系統的事 他會發生側位移 好 這個你先記起來就好 那 構架依剛性 剛接的量柱系統 保持側向穩定的 其有效長度係數K 因以分析的方法決定之 其值不得小於1.0 就是沒有側撐的 沒有學生的 他的K都會大於1.0 這個是你要去稍微注意的 好 那 這一張是小港機場 國內線的國內航班的機場 那 你可以看到 他原始的建築物不是沒有這個東西 這是家人耐政協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協稱的角度還是有一定的 不是說我這個角出來那個角而已 好 那當然他有一定的 那個 協力設計 他們通常都會在45度左右 不一定是這樣 好 那協稱主要是抵擋 我們地震的水平力搖晃的時候 所以我在地震工程那邊有講一個RBR 很簡單的介紹而已啦 我地震工程概論那算科普啦 我沒有把它 當作喔你要 地震工程的計算我都沒有講 因為計算的東西 又要花一門很大的工夫去 去 背課 要去先去讀啦 讀完去背課 對我來講 因為我沒有開這樣的 我沒有 開這樣的課啦 齁 他這個就是他的 耐震協稱系統 他要減少他的撤位移 好不好 觀念是一樣的啦 好 那實際結構當中 作為框架結構的系統的一個 構建單元 那其約束很難符合理想 這很正常啦 計畫趕不上變化 就算我做的這樣不會有撤位移嗎 還是會有啊 只是減少了很多 這樣聽懂嗎 很難符合理想化啦 對不對 我們總希望 人生有很多的理想對不對 長得越大發覺理想越不可能實現 不是這樣嗎 越大越覺得夢境一直破 一直在破 在破滅 那我是覺得說也沒有關係啦 了解人生 是你自己太貪婪 還是因為你的計畫是不切實際的 這兩個不一樣 好 那理論上只要以穩定性 穩定分析的理論來求得 整體結構的錯區載重 跟有效長度係數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在這邊追求的東西 了解了沒有 一個叫錯區載重 一個叫有效長度係數 好這個要弄清楚 再來 LIFD 推薦的有 Juline Juline Lawarins Lawarins 那在1959年提出來的連線圖 這現在幾乎是我們用 連線圖解框架柱的 有效長度係數 就是K 那他的基本假設 他是一個 一個論文提出來 他們覺得這個論文不錯很好用 那就把他 定成他們的規範 所有的梁柱都是彈性且等截面 所以各位不要忽略你的專題製作 你的專題報告其實是 應該認真講你是要做研究的精神 把它提出來 而不是為了因為要畢業 然後找一個好混的老師 老師說什麼隨便亂作一通 那老師如果沒有給你東西你就沒有辦法寫 那這也是很正常沒有給你東西當然不會寫 但是你寫完以後你要跟老師去討論 因為老師的經驗畢竟比你豐富 可是他的時間比你忙 你不要小看 有些老師真的很忙 那他忙的事情 而且年紀大了 動作也慢 好 清楚就好了 所有感見都是彈性等截面 這是基本假設 就跟我們以前在學土朗力學 Tazaki Tazaki的那個 潛基礎理論 還記得嗎 那潛基礎理論有一個基本假設嘛 他假設了十幾點 你不是那個假設做的結果會有誤差 結果Tazaki用那個基本假設保障了他那個Tazaki的承載力公司 可是現在他是大師 得在機 Tazaki知道吧 不要都不知道喔 那兩根柱就是剛性連接 可不可能 盡量做啦 盡量達到可能啦 好 就是不會有旋轉 不會有什麼 不旋轉 不什麼 不位移 好 那對於有側向支撐的 兩的兩端轉角大小向等方向相反 有側向支撐沒有側區嘛 沒有側向位移嘛 沒有size way嘛 那對於無側向支撐的 兩端旋轉大小相等方向相同 一個是相反 一個是相同 這你要特別注意 他的基本假設 然後 你要在 算框架柱的接點 K值的修正的時候 修正就是說 我們的K 憑藉那個古典柱 經典柱做出來之後 還是不太夠用 我們要做修正 好 那確定 求K值是不是有相對的橫位移 當梁的端部不是剛接的時候 梁的鋼部要乘上下列係數 他分為兩類 一個可側移 一個不可側移 那這個在你的結構學裡面 我知道各位結構都修的比較少 你們結構學二也可能沒有去修啦 你們只要 你們很多同學心態是 我只要能畢業就好 我想學分數夠就好 我管修那麼多幹嘛 對不對 啊你沒有想要說有修一些課事實上 課修的方向是對的 這個老師上的又OK 你應該去修課的 不然你以後畢業後 出去真的要學的時候 不要忘了 還要再回來學習 不是回來修課 回來學習是那個精神的學習 不是說我回來 你要自己求知 有人給你準備好的是比較輕鬆 省時間 這為什麼說有人說考國考要去國考的補習班 這相同的道理 有一個人幫你先讀過整理好資料給你讀 好 但是有缺點 好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L1i L分4i 這叫K 剛性 Kc 這就是moment 對不對 K delta 就是什麼 他的位 Displacement 好 那一個L L分2i L分4i 傾腳變位法 常常看到這兩個數字 然後你又會看到 彎曲分配法 也會看到這些東西 那你會看到 一端是角之城的時候 就是L分3i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數字 我只是簡單跟你討 我不打算講這麼多 這就是所謂的 兩邊的轉角一致 這樣轉過來 各位注意這種固形 你要注意他的 他的旋轉方向 這個旋轉方向是從這邊 轉過來 那這個呢 從這邊轉過去 所以這兩個旋轉角是相同的 那這旋轉角是不同的 這樣下來 這如果叫Alpha角 這個這樣下來呢 這就是-Alpha 如果對稱的話 這個如果叫Alpha角 這個也叫Alpha角 這叫做反對稱 雙彎曲 L分之6i 有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 兩邊是那個角之城的話 L分之3i 他這邊彈的L分之4i 所以他是從這邊得到的 那下面這邊還有一些 固端彎距的算法 這個叫FEM Face and Moment 那這個部分裡面 他就這樣去計算得到 這公式很重要 這陳大徐德修教授 他很推薦這公式 這公式你一定要背起來 Pab平方 OVERELEMING Fu Fu主要是因為 他彎曲是這樣 那他的假設是 這樣 假設 這 記得他是 順真假設 那實際的時候 他是 真正的彎曲 是 這樣的彎 所以跟我假設的方向相反 帶一個符號 好 那這邊是假設方向相同 我們知道這個我不太談太多了 這屬於結構學裡面的東西 有空你們去看一下 我只是跟你講說 這些數字是從這個分析裡面 它的剛性裡面的取出來的 好 那知道之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那這根東西你看L分之4EI除以L分之6EI 那可測位移你就代L分之6EI為母數 不可測位移就L分之2EI 好 那 那 端點固定是L分之4EI除以L分之6EI 那腳接L分之3EI除以L分之6EI 所以 可測位移的母數是6EI L分之6EI 好 那通通通L就是這樣除一除 好 那不可測位移他就 就你看不可測位移通通大於一 可測位移通通小於一 這樣好記嗎 好 那 購價不可測位移帶L分之2EI 好 那這樣算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注意到有些東西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它的母數 我剛講的母數 這一個 這一個 那 這一個就是 固定定向 你看這4EI這邊也是4EI 這邊3EI這邊也是3EI 其實它是有系統的東西 腳尖 腳尖就帶這一個 固定端帶這一個 OK 那 母數把它除下來就得到了 最終如果你記不得沒有關係 都不要記這個 要你記的是這一個 3分之2 2 2分之1 好嗎 另外一個是2 一個是 1.5 有沒有問題 這幾個數字 請你稍微留意 如果可測位移 遠端是腳接 可以乘以2分之1 注意它是修正 涼的剛度 不是柱 好 這邊把觀念我都跟你講完了 所以 這幾個數字 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是 小港機場國內線的那個 後 登機門 那 我們的機場的登機門 有一點點 跟國際來比 高雄如果門戶是這樣 是有點需要再加強 好 那 不過沒辦法 那反正 因為這種跟他強勢要花很 很大筆的金錢 好 那這就是他用鋼結構 好 那你看到這種協稱 都是要抗風 所以協稱系統就是抗風 風是什麼力 水平力 地震什麼力 水平力 所以抗風 跟抗地震的設計 只是週期上的問題 那風是 常年都在吹的 所以你只要看抗風結構 都會看到 這種協稱 好不好 好防止車位移 好 這概念你有就知道就好了 又看到就 喔這個專業你也有 OK 好 那 好像講的有點久 好 那我們在